走 沈总 现在法国人来 我们已经不方便在公司接待了 现在公司全都是讨说法的网民的 在哪儿接待不重要 关键是我怎么跟他们解释 不好说也得说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这边发生什么那边很快就知道了 而且现在是换任的关键时刻 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着我们以后的合作 我知道 让我想想 沈总 是不是请余总和许总商量一下 余总现在不方便出面 许总 他还跟你较劲呢 他本来就不赞同我的做法 现在弄成这个局面 也不好再要求他为迪欧做些什么 许诺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这些天都是他在前面挡枪子 不许诺 要不还是请他来 听听他的意见 赵天成 你好 小姐 请问有预约吗 赵天成 小 小姐 小 小姐 余总 你怎么跑到我公司来大喊大叫的呀 干吗发那么大火啊 你不怕沈总知道了 误会你 我想不到你这么卑鄙 做事这么绝 你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把事情搞大 赚更多的钱 如果你把迪欧毁了 你能得到欧亚品牌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 如果你不配合 你一定会是这个局面 你以为我做生意跟沈志泽一样啊 像小孩过家家 犹犹豫豫地没个准骨 我给过你上策呀 是你自己不做呀 那我怎么办 我只有出下策 别以为我毁了迪欧 我就做不了欧美品牌了 我告诉你 我照样做 只不过我得多花些心思 多花些时间和金钱 但是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和金钱 你听明白了吗 你够狠 我现在还给你留了条后路 我现在只是把消息放出去了 还没有把证据交给媒体和有关部门 接下来 我的行动完全取决于你 如果你配合我 让沈志泽接受我的入股协议 那我可以把这个事情给你摆平 否则你们等着破产 否则你们等着破产 你们等着破产 沈总 餐已经定好了 十一点半准时开餐 好 您再看一下鲜花呀水果什么的 还有需要调整的吗 不用 你坐等我 车来了 车来了 还有人吗 这啊 没什么准力是 它还没起 trait 能不能道接派 进程我 北平 怎么回事 咱们进去说吧 好吧 这次法国代表团的负责人 不是雷诺 不是雷诺 是芭芭拉 法国方面已经完全交接了吗 没有得到确认 但是在机场 芭芭拉以法国欧亚集团 主席特助的身份发表声明 声称这一次中国地区 迪欧定制货事件 与法国欧亚集团总部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要追查 我们给他们造成的一切损失 并且发出声明 要结束和我们一切的合作 这简直是落井下石 他们这么急于撇清 这能让局面对我们更加不利 不止这些 这次他们没有上我们的车 更没有入住我们安排的酒店 而是 接着说 不 我在机场看到赵天成了 赵天成 在法国代表团 发出简短声明之后 就被赵天成给接走了 这个举动 比之前巴巴拉向媒体所做的声明更危险 更危险 他们这么快地就和兰真接洽 这是在向媒体释放信号 是想让兰真取代迪欧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完全陷入绝境 对 要布这么一个局 他也是费尽心思 你说曼妮是为他利用 还是曼妮想这么做 现在讨论这些有意义吗 都是我的错 娄叔 说吧 我想说 跟法国订货需要周期 我怕运转不过来 所以找了个厂子 做了一些警翘的产品 但是我想是逼不得已的时候 才实用的 你真的是这么想吧 还是想要利用这次的事件 来诋毁许诺 我从来没有打算要陷害她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你要告诉我 是赵天成 这一切都是赵天成操控的 他想出资公司 他找过你 什么时候 就在几天前 我想你不会答应 就没有告诉你 但是我在想 如果他出资到百分之二十 到三十的股份 这对公司未必是一件坏事 真的吗 你真的这么想吗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满着我 没有 还有吗 云伴妮 你被停职了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公司的任何决策跟你没有关系 请你离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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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 你终于来了 我来是想当面告诉您 我不打算接受您的提议 你不用那么着急回答我 就算是不谈生意 咱们俩可以聊聊天嘛 没这个必要 我知道您一直觊遇迪欧在欧美化妆品上面的垄断 一直想分为更 在商严商 每个人都想扩大自己的企业 这也无可厚非 我完全能够理解 如果您早一点提出这个提议 我或许会考虑两家联手 但是现在不可能 为什么呀 在市场上 不管是面对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 我都希望能够光明正大 我绝对不会按商操作 背地里拆台 有句话说得好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话里话外的意思我算是听出来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卑鄙 用阴谋的手段把你逼到谈判桌前 那你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了我 沈总 你觉得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很正道吗 至少我尊重我的竞争者 绝对不会阴谋算计 漂亮话谁不会说呀 真像你说的那样 许诺怎么会去你的公司呢 我提供了优过的条件 对他而言 这是正常的职业选择 话说得再好听 也是挖别人的墙角 当初你挖我的墙角 早就应该知道我会投桃暴力 不过你跟我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比你挖得更深入更有效果 我希望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 还有 我不希望你再去骚扰余总 他最近身体不好在家休养 我还可以告诉你 他已经被停职了 迪欧的决策 他不能够再参与 我老师告诉你 我入住迪欧 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今天约你出来谈谈 只不过想跟你有点面子而已 这比这个比喻 我们走着脚吧 好 拭目以待 有意思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你骂我吧 你怎么骂我都行 赵天成这个王八蛋 我居然被他给算起了 赵天成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你还去招惹他 要不是你一直盯着许诺不放 怎么会被他利用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我咎由自取 是我引进了祸水 这个责任我会承担的 现在这事情 已经闹得这么大了 你怎么承担 我就想不明白了 在我心里 你是一个做事情 特别有分寸的女人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你清清楚楚的 我之前也叮嘱过你 不要去给许诺惹麻烦 你不听 你大大小小里里外外 造了多少事情出来 我说过你吗 没有 我知道 我理解你 你就是感情用事 你只是想让许诺离开迪欧 离开沈志泽 你不会做出很多很过分的事情来 因为你不会伤害迪欧 更不会伤害沈志泽 这件事情一出来我直接傻眼 你给我闯了这么大个祸出来 你现在是为了你自己 你已经自私狭爱到家了 简直就是无药可救 走火入魔了你知道吧 我是自私狭爱 我是走火入魔了 但是我为志泽付出了我十年的感情 凭什么 凭什么许诺一直在跟我抢志泽 我不甘心 所以你要因为你的不甘心 毁掉整个迪欧吗 你以为我不痛苦吗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志泽对她付出多少感情了吗 但我不愿意相信 直到我看到志泽 不顾自己的生命上了雪山 我真的疯了 我告诉我志泽不能再这么等下去 我必须亲手毁了许波 好了 你也别太激动了 刚才那些话我是替沈志泽说的 接下来我要说我自己要说的 你以为这件事情你得逞了 沈志泽就是你的了吗 就算我得不到沈志泽 我也不能让许诺得到我 我才是最爱志泽的人 你为了沈志泽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不知道该骂你 还是该同情你 相信我 我不会毁了迪欧 我不会伤害志泽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说说吧 你是怎么跟赵天成勾搭上的 我没有勾搭赵天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知道假货的事情 而且那个假货单还在他手里 他要挟我 他要沈志泽引进资金 他还要迪欧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我怎么可能答应他 我不答应 他就出了这招 是我答应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么阴险 你呀 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你要早点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跟我们商量 可能结果不至于这么糟糕 好 你放心 我自己做错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这哪儿这么容易啊 为了志泽 我就算牺牲一起 我也愿意 好 娄叔 怎么了 陈总 董事长看了新闻 昏过去了 正在医院抢救呢 哪家医院 人民医院 知道了 对 娄叔 沈总 现在情况怎么样 突发脑岗 正在抢救 知道的是国内新闻领域的 顶级专家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子吧 娄叔 你先去家里面 让张妈收拾一些 我妈住院的东西 然后再把它拿过来 我在这儿等着 好的 别别别 来 让我去吧 我对家里比较熟 我也知道阿姨喜欢穿什么 去吧 您别着急啊 搞什么呀 这么关键的时候 跟我玩失踪 你别着急啊 医生 手术虽然很成功 但是 病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经历了两次急性心梗 心脏功能受责严重 康复起来时间会很长 身体也会很虚弱 至于以后 能恢复到什么的程度 我也说不上 你们要特别当心 不要再刺激他了 我知道了 谢谢 谢谢 志泽 我在这里照顾阿姨 你赶快回公司 公司需要你 不用了 你们都回去吧 我留下来照顾我妈 雨姐说得对啊 公司那么大一摊的事 摆在那里捏的一个说法 还有昨天 你跟赵天成聊怎么样 我拒绝他了 拒绝了 我愿意 把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给赵天成 不可以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我说过了 你不要再杀手公司的事 要不就按于曼妮说的 用她的股权 换赵天成的钱 我们当然是要注资 我也不是害怕股权被稀释 但是我不能跟赵天成合作 这个人野心太大 做起事来不择手段 八千万美金 换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 其实也还好 坏不了事 我们现在局面已经要陷入死局了 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 过来救市的话 我们改变不了局面 那要不然就让余曼妮出来承担 出面成亲 这是谁的主意 是她自己说的 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她就出来说 这一切都是她一个人所作所为 等过了这个难关再说 胡闹 余曼妮可以糊涂 她当然也没少做糊涂的事 但是在这么围起的时刻 把一个女人追出去 承担这所有的责任 这件事情我办不到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所以她才让我过来劝劝你 这次听她的 不用 我不想存她这个情 再说了 这件事情一定会尽动董事长 我妈现在身体已经这样子了 我不想再有个什么万一 你 要不这样吧 你让公司财务部清算现金 把所有员工的险算费先预留出来 然后启动破产程序 你是想放弃迪欧啊 那接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去接受赵金神的钱呢 就算是放弃 也是我主动的选择 而不是被人逼迫之后 被动的妥协 你太偏执了 捉死了 林总 这是全部交了定金和后款的代理商名录 我都整理出来了 全部的预付款一共是三亿八千万 上个月我们已经打往法国总部 预定新产品了 现在账面上的资金连零头都不到 所以根本没办法做清退 这个月商场应收款是多少 在这儿呢 上海的卖场加上外地一部分直营店 一共不到五千万 而且上海卖场的账暂时都封存了 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回来 所以这一块算了也白算 把上海还有各个地方员工的工资 还有保险这块的钱流出来 一会儿娄叔 会把老员工的年限补偿款的单子给你 把这部分钱都先流出来 准备随时付给大家 不会吧 居然到这一步 要给员工清算工资了 这沈总吩咐的 不管怎么样要保证员工的利益 其他我们再想办法 我知道了 朱老师 你是老员工了 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记得 保密 放心吧 我领得亲 呼啦啦大厦将起 我们这么多年费尽心血 帮着沈家母子建立起来的迪欧 居然就快倒了 都怪我 都怪我 公司要到了 阿姨又病了 又是我的错 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也得怪沈志泽 家和万世兴啊 好端端的 给弄来一个什么许诺 先是分你的权 接着搞个三角链 现在公司也比他搞款了 该消停了吧 你说这些都没用 公司要真倒了 咱们那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也就变成负数了 当然了 还有那个对赌计划 真是太可惜了 那又怎么样 你还想替他们救世啊 算了吧 救了 他们也不会念你的好 妇人之见 曼妮啊 听你老爸一句 现在我们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只要我们能够融来资金救世 对那些要求赔偿的客户呢 认真负责的赔偿 彰显我们迪欧的实力 还是有机会翻身的 只要大力地开发新产品 对 就是你那个护肤中心的计划 这样呢 虽然会付出大笔的退股费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冲获新生的 爸 你说得太对了 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光流动资金就得好几个亿 而且还是没有负担的差金 是啊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 容错这么大一笔资金 确实不太容易 不过我已经跟我的几个老朋友打了招呼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复 在简直到楼下 你先出去吧 喂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鱼的美女啊 怎么着 有何指示 白总 上次的事情 是我不对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我计较 我没听错吧 鱼的美人是特意打电话 跟我道歉的 白总 我 行了 有什么事说吧 听着呢 只要你愿意帮迪欧筹集资金 无论是股份 还是承包 迪欧在华南地区的市场 我都会尽力配合你 我没听错吧 你的意思是 要找我借钱 听什么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余曼妮啊 你真把我当傻子 你以为我真是你 能招职自己来回生自己去的 你忘了 我们的交友 早就被你那一巴掌给打跑了 我现在脸还热拉拉疼着呢 你现在又跟我说什么事 让我帮你提欧 帮助你的心上人 你真以为我那么好玩弄啊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股份和市场 我巴尔博不稀罕 上次真的是我不对 白总 别说是叶耳光了 我让你扇十个耳光都行 只要你能帮迪欧 行行行行行行 行了 用不着在我这第三下四的啊 我告诉你没用 你在我巴尔博这儿 已经没有市场了 你怎么那么萧天啊 不然还能怎么的呀 发表个假言啊 还是大哭一场啊 不愧是许诺带出来的人啊 说话腔脚都这么像 我就想了 有些人说这话 说得还真挺对的 这人哪 人生观和价值观 要是不一样的话 凑在一起 真没什么好结果 什么意思啊 咱们今天这危机 但凡要是换个人 说不定就会翻云覆雨 是一片大好机会 可是现在咱们偏偏面对的是沈总 你不觉得前途一片渺茫吗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 钟言逆耳 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 许诺呢 这两天在哪儿啊 不知道 这两天我们俩也没怎么联系 我还想问你呢 你知道他干吗呢吗 我怎么 瑞姐 瑞姐 咱公司真要黄了 你们就把这心放肚子里面嘛 他就算改朝换代 他换来换去 他也换不到咱们这一层 再说了 咱们是奋斗在销售部第一前线的人 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也是啊 瑞瑞姐 你可真是宠辱不惊啊 佩服 佩服 工作我去 几只 公司这事也不错了吗 怎么办呢 安娜 要是迪欧真的倒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 找一个咨询公司当翻译 或者出版社当编辑 反正我是不会再做 跟营销有关的工作 压力大又操心 以后啊 我就找一个不用动脑子 就能轻松挣钱的工作 不用动脑子 那要不你去健身房当老师吧 不脏不累不动脑子 还没风险 没准还能找个高负帅呢 得了吧 人家那个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最起码得有一个好的身材 不然怎么有说服力啊 那也是 你呢 我 我想家人 上班真没见 其实我来迪欧上班 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 找正常器放票罢了 你这点出息啊 我这点出息 你没看咱们公司那两位郁姐吗 余总就不必说了 你再看看那个许诺 脚底下才疯火轮色的 满里满外折腾了一年 结果有什么用 全都还了 什么用都没有 其实这女人啊 让你能力再强 职位再高 挣得再多 要是没人疼 没人爱 也没用 职场上你再厉害 不过就生活的一部分了 只有嫁得好 才能体现一个女人的社会价值 之前跟你说的都白说了 不是说吗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你说的是职场啊 那你抛开一天八个小时 其他时间就得靠男人 曲经理 来一下嘛 我们公司现在这个情况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真应了那句话 什么话呀 历史的成败转折 不在于智者或者强者 往往在于一个不经意的小人物 就像秦的面王 是因为赵高的一点私心 而我们伟大的迪欧 就因为某个人 你说那么伤到干吗 就是一粒老鼠使坏了一锅汤啊 是我对不起大家 不该帮着皮特做假证 要不是我在出锅单上签了字 这批货也不会在网上出售 不过迪欧现在面临这个局面 大家没了工作 都是我的错 挺好的 千万有顺别人 如果去验话 可能不太说服驰 要一着迪欧 你也不是顺便 要一着迪欧 我只是为了我 每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 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 你陪我歌唱 你陪我流浪 陪我两百俱伤 一直到现在 才突然明白 我梦每一秋 是真爱和自由 想带上你死呗 晚上最搖乱成真 想带上你死吧 清风最幸福的人 在熟悉的一生 让我将自己一点点流放 穿过鲜花 走过荆棘 只为自由之夜 好 您的登机口是在十三号 好 您那边请 谢谢 在日晚的城市 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 洁白如一道 喜乐的光芒 将我心照亮 喜乐的光芒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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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不要放弃 你是否还有勇气 甚至早 我一直有觉得 咱俩 在这儿 我去你 他是我去你 你看我去你 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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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去你 我去我去你 我去你 那地 我去你 我熬了点粥 你吃不吃啊 对不起 我除了说对不起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 你也不要太自私了 我没有怪你 我也不能怪任何人 今天迪欧会遇到这个局面 如果真的要怪的话 我怪我自己 不是你的错 都是我 什么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不如你向外界宣布吧 迪欧不能夸 迪欧是你和阿姨半生的心绪 在商场上 每天都会有新的公司成立 每天也会有老的公司倒闭 你 这次叫做 忧生劣败 适者身孙 真的要追根究底 那就是我这个决策者 能力不足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以牺牲你 作为挽救迪欧的手段 我做不到 都是我害了你 你真的不要太难过 其实我现在觉得很轻松 真的 我跟你说过的 我真的不擅长 也不喜欢跟一群女人打交道 太辛苦 如果迪欧真的破产了 我正好可以重新再来 换个行业 你不要这么说嘛 你这么一说 我会更难过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 就是妈赶紧好起来 我真的欠她太多 太多了 等到我妈出院以后 等到我妈出院以后 我想撮合她跟娄叔 到时候你可要帮我 我小时候不懂事 每次娄叔来我们家里 我就吵了 闹了 我反对他们在一起 一直以为我妈为了我 为了迪欧 牺牲了她自己的幸福 娄叔到现在 也没有去牺牲此 我等于耽误了两个人的人生 志泽 你答应我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迪欧不能够 你知道吗 encouraged 我们答应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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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트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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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